韩国浪漫神剧《北岸村恰恰恰》 剧情真实上演在台东 一名在北市植医十年的牙科女医 为爱来到台东成功嫁给养下的老公 而她成为东海岸唯一的牙科医师 她也期盼能够透过专业改善民众就医不便 窒息检查病人口腔 而这名看见的牙科女医 可是有着如韩国浪漫神剧《海岸村恰恰恰》相似的背景 在北市植医十多年的杨静为爱来到成功 嫁给养下的老公 而她也成为东海岸唯一的牙科医师 卫生福利部台东医院成功分院 是东海岸县唯一的公立医院 南郡台东市约50公里 北郡花莲市约120公里 而3月起增加了胸腔内科以及牙科门诊 期盼能够减少民众的酒疑不便 要到台东市看 走车然后盾来一趟路也是来回也是很远 那这里的医生因为比较够 之前到这里来看诊就没办法挂 挂不进来 以前我们都是往台东或者是到医里治疗 有时候碰到牙齿痛 真的受不了 现在有这个杨医师来 那我们对东海岸来讲 是相当方便 和巨巨情成功真实上演 为爱远赴于春 同时也为当地牙科医疗困境带来了希望 让民众不必疲于奔波 能究竟解决看牙需求 解判罪成功证报导 郑 郑